剛剛是那個我的手環啦 對 因為就是剛剛太用力跳了 因為就是第一次跳舞 就想說要賣力跳 所以就不小心地彈出去了 其實壓力很大 像我平常就是還蠻好睡的人 然後結果這一個月嚴重失眠 就是我就算工作完很累 結果還失眠到早上才睡得著 我覺得拍MV有就是 主要是因為體力上面要一直動 然後還有一些 因為那個MV還有一些武打動作 對 然後又加上唱跳的話 平常還有練那個唱歌的話 就是整個壓力還蠻大的 對 但就是希望可以呈現好東西給大家 對 就是有很多擦傷啊 然後還有那個拉傷 因為太密集的練舞了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練到三到四次 然後一次都很多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就有受傷 今天本來他們就跟我說大家都不會來 然後問了很多人呢 他們都剛好說就是不在台灣啊 不然就是有工作 所以剛剛就很開心 而且看到蛋糕上面我的logo 就覺得終於可以吃到蛋糕了 第一個願望呢 當然就是希望我這次的新專輯 女帝照約 大家會喜歡 然後也可以大賣 然後第二個願望呢 就是希望 就是我周遭身邊的人啊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還有所有的人都可以 很快樂 然後身體健康 對 然後第三個 默許 好 也沒有 也沒有啦 一點點 我覺得我跟他們都還滿 風格上都還滿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因為 我的起步已經比大家晚 就是我算是出作品 就是比大家晚出作品 所以我也會希望說可以跟 他們那些已經出作品的女生們 就也希望可以跟他們看齊 對 而且每個風格都不一樣 像我這次是唱跳的 舞曲的風格 對啊 就跟陳妍喜 他是比較抒情的感覺 就不一樣 但之後慢慢的應該會越來越高 對 就是經驗累積 我相信可以到90